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偿申请作业 几日起开始受理咯 秀林乡公所每日都会受理民众前来登记 而申请的截止日到4月30日为止 也请民众把握时间前来申请 一年一度的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助申请作业 几日起开始受理了 为了让这项政策能够顺利办理 循环乡公所从2月23号到3月13号 已经派人在各村进行受理的作业 循环乡公所农业机器课议员吴敬华表示 如果农民们错过各村受理的时间 农民们可以前来循环乡公所前来申请办理 我们循环乡公所在今年的2月23号开始 就开始受理禁法补偿的申请 一直到4月30号 这段时间我们为了方便民众的需求及服务 都有下乡去受理申请 受理时间是不会到下乡去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 请民众就直接到我们的绣林乡公所 大厅的服务台右侧 我们那边会受理那个禁法补偿的时间 那时间点是在早上的8点到中午12点 下午1点到下午5点 这段时间都欢迎民众到我们绣林乡公所 来申请进法补偿的业务 那一直到4月30号 这段时间欢迎民众利用这段时间来公所 办理进法补偿的业务 进法补助作业已经实行第5年了 主要是以上个山地乡 树林乡 湾龙乡 和左倩乡的乡亲 在上山由原住民保留地来申请的 而是用的范围纳入都市计划区 国家公园 水源特定区等受到限制所使用的原住民保留地 全国预估将增加到5万人受贿 由于过去许多被换为林业用地为保留地 被限制开发 不少主要们觉得损失 而加上政府的管理优因不大 以至于还是有不少人开肯利用 出法的状况已实有所闻 如今政府提高进法补助作业 以及扩大范围办理来优营农民们 主要们配合赵林的意愿也相当提高 许多下我们会表示 5年来为国土的水源涵养 二氧化碳吸醇 方式吐杀流失等产生的经济效应 约322亿元 也就是说政府付出相对低的成本 冲上出数倍的经济效应 严肃民保留地进法补助补偿作业 计划除了守护国土 也提供部落主流们有的聚会机会 是兼具部落传统智慧 以及生态保育永续经营的重要工作 接着请观看